大家好,南社书画《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中第二部分 与陈独秀的一段公案详细描述国共河流的渊源与过程 陈公博与陈独秀在广州1922年陈炯明所谓叛变革命的过程当中的前后表述上一集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史料部分 陈独秀诗会陈炯明 古今杂志第36期 我与共产党中陈公博作为主导文章推出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第36期有张爱玲小姐的一篇文章《根一记》 这也是张爱玲为数不多,仅仅两篇的刊登在古今杂志上的文章之一 《赢救廖仲凯的一段密文》 还有一件事,我知道今日才愿意顺便公开的,就是廖仲凯先生被陈炯明认为他这次下野的主导者 在叛变之前一日,骗他到施龙扣起还未放出,更使我逗留在广州 说也奇怪,我和廖先生本来不熟,只在教育开会时见过几次 他做他的财政厅长,我做我的教授,风马牛不相关 那时,汪先生是广东的教育会会长,廖先生和我都是评议员,我们没有谈证,谈过话,没有交过言 只在评议会上偶尔相见,那时我很爱骑马,恰巧刘以夫跟了唐基劳回巅,把他那匹老马印送给我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在东山的白子路跑了一回马才上课,东山习惯 每天吃马之时,立碰着廖先生回办公厅 一个是乘马,一个是坐车 路上碰见点点头,又是谁发生一种不相交言的神交情感 而且,从各方面所得到的消息,廖先生非常连结 在书记之事,而有这么一个干净人,不由得使我心责 我听见廖先生背后,内心真是焦急万分 我知道,对于营救廖先生,我是无能为力,但相信可以尽万分之一的人士 欣佩廖仲凯的连结 我不认识陈炖明,更不认识陈系的军人 但我认识金章先生,金先生是法专的校长 外间盛传,金先生是陈炖明的幕后侧士 我想此时不救廖先生,更待何时救廖先生 我是没有把握的,但金先生素来敬重我,或者因我一言有回旋的余地 我从来没有见过金先生的私宅 为了营救廖先生之故,和他见面好几次 末后,廖先生是释放了,我也安心了 由是我随放心准备离广州出国 这一段的经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我既没有告诉廖先生,也没有告诉过廖夫人何湘宁 更没有告诉过廖孟醒小姐 倘然,今日廖先生还在世,我更不会公开地自述 自然,当日营救廖先生的不止我一人 何必贪天之功,以为己利?就是我一人干的吧 也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无功可言 这是不过,这是不是一种正义感呢?我更不敢说 反正是我的一种特别怪脾气吧 李沪遥传我归父陈炯明 廖先生释放之后,家事也处置完了,毕了 母亲生活的维持托了一位杜先生 于是我后船出国 恰在这时,张泰雷写了上海中共之命 并挟了仲府先生首书来跃见我 希望我立即离跃往上海 因为上海盛传,我有帮助陈九明的嫌疑 我看见仲府的信,真是小说所说的 三师报神报,七窍阉声 问张泰雷是根据了什么证据?他说 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那样说 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过 我说许多国民党员到底是什么人也要指出 至于那张香港是城报 我也见过,复城者首名是古印封 而把我排在第六、第七名 头一名的是古印封,就不是复城 末后更往江门组织大本营讨成的 我没有做过陈九明的官 没有拿过陈九明的钱 并且也没有见过陈九明 陈九明是红是黑的,我都不清楚 广东我是要离开的,但不能立刻 因为出国护照 还没有美领事签字 而且还要后船 我总不能跑到香港和上海等船期 我是一个穷教授 万不能花了许多预备留学的经费 无聊的呆住在上海 张泰雷又劝我 要留学何必去美国 何不去莫斯科 我的肝火已动了 我为什么要到美国的理由 也不故 也不愿再生说 只说我连城不连城 陈仲府应该知道 刚去上海的谭冰山 也应该知道 何以两人 直而不言 他们不止 够不上做朋友 而且更够不上做人 至于我要到美国 也早在仲府在月的时候 决定 何以赞成于前 而阻挠于动身的 请客 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我一口拒绝了张泰雷 只托他带一封信给仲府 这封信长字千余言 现在也忘记了 问他还记不记得 他问我连孙或连城 问他还记不记得 我的答复 末后 附带骂平山 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 多少年 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楚 我在广东的行动 都是公开的 我对我最知道 他对我最知道的最清楚 上海这样无稽之言 为什么 莫无一语 人之相知 是贵乡之心 是这种卖友之人 连做寻常的朋友都不配 谎能论乎共同奋斗 艰苦奋斗 我声明 至今以后 独立行动 绝不受党的约束了 我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了 数日我们在一个幕楼上开会 我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广东 广州共产党 声明既日起不再负责 那时会场起了很大的惊动 谭志堂 刘尔松 中也受了严重警告 其余党员 触奋有差 这些事 这些事都是我到了美国或在回国之后才知道的 我既决心不再问共产党事 遂于十一月上旬 悠然赴春阳丸度日本 过上海连岸也不上 省得麻烦 后来在日本一逗留便是三个月 在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才由横滨度美 群暴终于被强制收买 对于群暴的结束 我应该说几句话交代 本来群暴的阵营就相当复杂 我在上文也曾诉过 因着陈久明的叛变 验声起了很大反应 发起老脾气 天天在编辑室骂人 他所骂的自然是陈久明和陈系的军人 巨毛连儒 当然迁到丘陵身上 他们两个人私交本来很好的 只是双方都有些不自然的态度 我佩服燕参也可怜丘陵 燕参在群暴同人眼中 本来是一个性情孤僻的怪人 但无论怪到怎样 他在这个时候倒是不畏强柄 大义凛然 而丘陵呢 虽然在平日同情成久明 但围攻总统府内心终不未然 可是反对在心头 苦处却说不出口 正在无法解决之际 群暴的恶命运临头了 代陈政府而为教育会委员长的陈伯华先生 平常人都目为一个好好先生 忽然注意起群暴 他说群暴是共产党的机关 广州在陈九明掌握之下 不能任共党宣传 他提出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收买 一个办法是封闭 这个严重的厄运 临头在平山未离月之前 我和他及职堂讨论结果 只好出顶 但是附带有个条件 即是出顶之后 不能再用群暴名称 现在仿佛记得 顶费是三千元吧 除发还股东股本之外 恰恰勾还债 大约他们早已把群暴的账目算好 所以顶费出的不多不少 这一次也算是强制收买 我们辛苦经营的群暴 不在莫容心淫威之下横死 到在陈九明叛变之后 夭折了 在东京与廖仲坎 谈国共 我到日本之后 到碰见许多熟朋友 有些朋友是在横滨的华侨学校教书 有些朋友是在东京读书 还有些朋友在横滨领事馆服务 他们或者是广东法专的同学 或者是北大的同学 一时到不觉寂寞 我在横滨住了十几天 到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 一家代监和朋友居住 不到一个月 我又回到横滨 住在一家日和合璧的旅馆后船 眨眨眼 又是民国十二年一月了 1923年一月 那时廖仲凯先生自上海来日 住在中国的公使馆 他的兄弟廖凤书先生那里 不知道他怎样知道我在横滨 他派了一个中国的海员到横滨 华侨学校找我 要我到东京和他见面 终于一天 借着一个书画展览会参观之便 我又到东京的中国公使馆 我记得那时在座的 除了廖先生之外 还有许崇清先生和我的亲戚二人 我本来和廖先生很生疏的 这时在异国相见到非常亲切 他告诉我 沈红英和杨西敏的军队已占领广州 但沈红英是靠不住的 刚刚接电报 沈红英已被杨的军队驱逐至北疆 广东大概可告安定 我们可以回约做些事了 他又问我 以后怎样打算 我告诉廖先生 我还是要到美国留学 廖先生很不客气的劝我 不要到美国 他说了几年 他说去了几年 也不过如此 倒不如找回广东做点事 我问他能做什么 他说做法专 没有妥人接办 你还是当法专校长吧 我默然了一阵 心想又是法专学校校长问题 然而当时我实在不好多说 因为我求知的心情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 当时我在广州教书 据社会的批评 似乎我已是一个名教授 在一个博有社会 真威名的人 而说还是要求学 是令人难得相信的一件事 可是学问不足 只有自知 我不能以肤浅之学骗人 更不能以肤浅之学骗自己 但若再坚持求学之意 恐怕廖先生不相信 终于默然之后 说再看吧 见了廖先生之后 我随回横滨 一夜天气很冷 忽然接到廖先生一封信 说希望我到热海一行 因为那天在座还有几个人 许多话不便谈 现在在热海可以多谈几句 如果来的话 希望接信之后寄来 他在热海也不会停留很久的 我接了廖先生信之后 心里很犹豫 我不怕什么 只怕廖先生又要我回广东 但后来想想还是去吧 因为不见得廖先生会太勉强我 他侦破我时 我还可以把心情尽量告诉他 这次廖先生倒不提出我回阅问题 只是询问我国共合作意见 询问成功国共合作的意见 我告诉他 我和施里福烈和张富全 谈话经过 他承认了一下说 我们不妨和岳飞谈谈 那时我才知道 苏俄助代表岳飞也来了热海 晚上三个人见了面 岳飞告诉我 苏联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而且岳飞更郑重的说 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我问岳飞 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 岳飞只是摇头不答 我问岳飞 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 岳飞倒很老实 说还是一个疑问 岳飞先生很滑稽的笑着说 龚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要做革命党 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 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 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 不必再讨论了 岳飞先生这句话 到时我非常感动 不过我撇开国共的问题不谈 我表示我只能做一个党的党员 不能做两个党的党员 因为我的性格既然不爱骗人 也不爱骗自己 我回横冰之后 在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赴美国总统号赴美 开船的第二日 在船上还接廖先生一个电报 希望我敢述归国 但是我既然决心求学 又焉好半途而废呢 马克思理论不值半文前 抵纽约之后 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 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经济学 改研究经济 我研究经济的理由 固然因为经济学上许多问题不能解答 尤其破我研究经济的 我那时已有一个信念 既以为除了责任之外更没有什么道德 除了经济之外更没有什么政治 前一个思想是我研究伦理学上的结论 后一个思想是我研究各国政治的结论 我抵美之后 接直堂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 我留党查看 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 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 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 我不觉好笑起来 我既不留党 他们偏要我留党查看 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 不管怎样且自由他 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 而研究马克思又是另一件事 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看马克思的著述 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马克思全部著述 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 甚而是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完了 我在美国第一年除了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之外 其余时间都用在马克思理论上 我最先发觉的就是 马克思所说的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准确 照马克思的理论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 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更消灭了中产阶级 然后社会上仅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壁垒 最后的阶段是有有产阶级自决坟墓 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 但是我们空想是无用的 我们要写一本书 谁都可以提出相当的论据 我们必得要调查 从我的调查统计 美国那时 据马克思的共产宣言出示 中产阶级不但没有照它推想而消灭 反而增加至12% 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大致相同 这个原因因为在马克思之后 产生不少技术工人 这班工人的工资比其他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还大 于是这班工人税慢慢变为中产阶级 至于为中产阶级中间的农民增加数还不在内 这样马克思因为革命基础的产业工人群众根本崩溃了 第二个发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 辩证法是共产党人所认的秘密密报 在辩论中动不动就拿辩证法来塞反对者之口 我研究辩证法的结果 辩证法固然不是马克思所发明 也不是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所发明 而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斯诺所发明 据黑格尔的辩证 一切进步都有矛盾 都由于矛盾 由矛盾而产生真理 A正面和B反面的对立便产生了C的真理 不久B又做了C的反面 两相矛盾便产生了E的真理 这样相反不已而相生也不已 但我不懂马克思 为什么独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面便停止了 而不负有无产阶级的反面 因此我认定 共产党宣言不是真理 而是对工人的宣传 既然他的理论不是真理 而是一种煽动宣传 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便根本动摇了 第三个发觉 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 据马克思的主张 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 在一个小小的手工厂 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 但施于大产业则 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是根据 譬如来一条铁道来说吧 铁道是独占的事业 剩余价值很多 但剩余价值绝非单由于铁道上的工人 日常工作而来 当建筑铁路时 国家给他事业的独占权 沿铁道土地的强制收买 都是造成铁路剩余价值的很大原因 但我想为什么 马克思有这些荒谬理论呢? 我更研究马克思所著书的时代 著书的地点才恍然大悟 因为马克思 写那本资本论 是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初期 而马克思又在那时 因流亡不拘 至于英国写这本资本论 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的 的确有过这些 剩余价值现象 所以马克思 据为定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 就算有价值观 有价值吧 也指如亚当斯密所著的 国富论 原富和 马尔萨斯所著的人口论 一样的价值 时代一过 事实不同 而共产党人 奉为金科玉律 真是非常可笑 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我固然不赞成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也不赞成 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 我深深感觉 在今日的中国 所民族民生主义 实在是 无法可以建国和复兴 我决然摆开 马克思所有住宿 而专从研究 美国的实际经济着手 留待归国参考之用 我在美国前后三年 中间也套和社会主义者来往 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 斯格尼宁 Scott Neary 就是郊游中一个人 他那时还没有去过莫斯科 对于苏俄是怀疑的一个人 他只是研究社会主义 而不替苏俄宣传 我提出许多问题辩论 他也无法解答 我又提出三民主义和他讨论 他倒承认是中国革命的一种 妥实主义 现实主义 在美国当时的生活 我也顺便一提 我三年中在美国只去过一次波士顿 去过一次华盛顿 什么黄石公园 什么洛基山 我都无力游览 我都无力游览 为着我的生活 寸步不能离纽约 中国方面是无法接济 学费的 我在夜间只在所谓中国城Chinatown的华侨学校做教员 月得八十元 即以维持学费 美国华侨的唐门是骇人听闻的 有所谓安良唐 有所谓协盛唐 各节党徒 以烟赌为业 或者每年发生一次唐痘 或者一年发生数次唐痘 两方面偷偷摸摸开枪打死人 他们开起火是不问是非的 如果一个姓李的给姓陈的打死 凡是姓陈的都在可以报复之列 大约这是广东乡村泄斗的遗风吧 也可以说是部落吞并的鱼记吧 华侨唐痘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 我在纽约三年也碰过发生两次 关心我的同学都劝我不要到中国城 但是不教书又怎样生活呢 我常对我的朋友笑说 你们的圣意是可感的 但是教书是可以打死 不去教书是可以饿死 打或者打不死 而饿死一定可以饿死的 我还是教书吧 在美国三年 正是埋头读书 国内朋友很少通音讯 政治上的朋友更是不相往来 一次陈秋林来了一封信 才知道 滇贵军占领广州之后 他到了香港替陈炯明办了一个报馆 换作新闻报 我付信 劝他慎重考虑 他不赞成 我不赞成陈九明的为人 这样无意义的事 也不宜再干 后来辞职又久 邱琳又寄了一封信给我 中间还夹着红色的新闻报 说他们已经反正脱离陈九明拥护孙先生 他这次举动也算是一种非常行动 是继香港有名的暴便 我想邱琳是可爱的 付了一封信 赞成他的行动 无前应论文 由欧后反国 优乎三年 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 硕士学位已考过应该考博士了 可是当时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难题 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制度 凡是博士都要把论文印三百本 送给图书馆才能得博士证书 我是没有钱的 也不是清华学生有公费印书的权利的 那本论文排字费就要美金一千元 我就想到廖先生的身上 廖先生那时已经做了广东省省长 我想大概他可以帮我一个忙吧 去了一封信 要求他给我一千元的印刷费 廖先生托人来了一个通知 说如果我回国 他可以设法汇我一笔旅费 若是考博士 他倒不愿帮助 所以有广东大学会来六百元 恰恰足当回国旅费之用 我抽出了许久 想想得一个博士头衔 中无实用 得了博士不能归国也是枉然 决然捨去博士尊欧洲大陆回国 哥伦比亚是美国著名四大学校之一 所谓四大学除了哥大之外 便是耶鲁哈佛普林斯顿 四大之中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龄最少 取得博士也比较容易 美国从前本来嘲笑 哥大的博士为半个博士 我既是考了试而没有证书 更是半个字半个了 我曾经想写一篇四分之一的博士 来描写我在哥大的生活 只是英雄至今 还未止笔 现在索性不再写了 陈公伯 我与共产党 中 宋读完毕 陈公伯离开广州 去到日本后船 然后直接来到了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近三年 他一门心思研究经济学 也看透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和经济学的无知无耻 在唐人街上 他也看到了广东籍的会访 在那里的谢斗 唐人街 很多人可能不知来历 唐山大兄 有名的李小龙和其他演员都演过的电影 唐山大兄 既为台山大兄 早期卖猪仔 去金山淘金的 多为广东台山籍 台山人 被口口相传 在西洋人口中 所以成为唐山人 唐山大兄 既为台山大兄 成功博 此张照是1931年 作为民国实业部部长 刊登在米勒斯评论报上的 正当年 因此 实业救国 满怀壮志 很不幸 不幸的是 一门心思 实业救国的成功博 最终难以逃脱政治的漩涡 这张1927年3月份 武汉 国共合作高潮 国共分流之前 国民党 清党之前的照片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